近日鼓励娜扎参加某活动 这次她不再是小情形的打扮了 而是穿了一条全新的小黑裙 整体造型偏成熟 不过她的长相和身材 还是hold住了这条裙子 瘦 高 白 加上一张美艳的脸 这种外形简直就是为了走红毯 和拍映照而生的 但仔细看 娜扎的脸真的是有点不一样了 好像有点发福 感觉双下巴都出来了 看来这段时间的生活挺滋润嘛 而一眼看上去 最明显的变化是鼻子 鼻孔很明显的一大一小 鼻孔小的有种无法呼吸的感觉 不过最近鼓励娜扎18岁的时候 参加的一段综艺视频 却被发出来了 她却坦言过去对自己没什么自信 怕考不上北京电影学院 多次和妈妈提起想整鼻子 喜欢那种韩式小笑鼻 现在看来 娜扎还是不满意自己的鼻子呢 对于娜扎外形的变化 吃瓜群众们的想法几乎是一样的 这么美还瞎折腾什么 是有多想不开 要知道 娜扎本是个从小美到大的 天然新疆美女 正如的话 估计全身的仙气都要被整掉了吧